多謝主席 我就不想發表意見了 我想代你們問這個政府 現在講得很清楚 14個地區的花市 一結束之後 就應該可以馬上給公眾 特別是街坊去做虛市 剛才你說不可以無縫 如果不無縫的 隔一陣 譬如說幾個小時給它擺檔 這個可不可以在這裏 是有個清楚的答覆 如果不可以的原因是為什麼 先回答一下 短問短答 我們看過技術上是做不到 因為虛市完了之後 其實都需要一段時間去清理場地 然後如果你要把它作為一個虛市 其實都要很多部門去看見建議 然後看看可不可行 在現階段是沒有這個資料 所以目前我看不到可以做到 不是啊 黃女士 現在還有一個多月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我給你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 再不是三個禮拜 去找各個部門去看這件事 因為這一個是直接回應到 你場地找了 區又找了 已經有14個地方去做 亦都沒有任何的困難 即是對於街坊來說 或者對於一些去懂得去下去行花市的人 你要幾多個星期 才可以理順你的問題 兩個星期三個星期 你回答吧 不過你小心啊 你不要說謊 黃女士 我沒有說謊 不過呢 如果手上沒有資料 而去謬言 這樣說可以還是不行 就真的可能是不太誠實了 即是呢 那個情形就是這樣 他除了要清理場地 其實你那個時空 即是他幾時可以給到場地 都是一個重要的考慮 如果你譬如去到初四 才能搞定 那我猜那些人上班 那個虛視也都未必可以做得醒 那所以呢 其實呢 那個虛視做不做到呢 有很多考慮因素 除了地點之外 亦都要看那些建議 那個性質 部門的意見 所以呢 在這個階段 我是回答不到的 多謝主席 主席真是浪費 大家見到 這個政府 或者黃女士都好 即是完全是無心無意 所有要做的事 他告訴你 是做不到的 這個政府相當短視 因為全世界都知道 虛視的發展 不只是為了街坊的 事實上 很多微型的經濟 小型的經濟 或者是去解決 一些貧富懸殊裏面 其中一個最重要的一個政策來的 這個短視的政府 找一些公務員 來坐在那幾個小時 是回答不到我們 那我就 不過我都跟大家說 不要放棄 因為我既然這個議程 我們是放下來了 剛才也都有三個 這個清晰的動議 是委員會 雖然沒有約束力 但我想大家一定 在接下來這個農曆年 記緊 我們在民間裏面 做盡所有的 我們可以做到的事 是去令到這個虛視 是重新有它的活力 那我就 我想問回多一個問題 你就說過 你在個別的地區 你會寬鬆去執法 也都我們剛才過了的動議 是寬鬆執法 你可不可以說清楚 如果過了這個動議 你怎樣去回應 包括這個委員會 和一些團體的一個呼籲 會不會還是用一些鐵碗的政策 出到武力去鎮壓那些相反 主席 其實呢 剛才我講得很清楚 寬鬆的字眼 是你們 和團體用的字眼 我用的字眼是隱讓 這樣呢 我求著那個執法政策 剛才我都講得很清楚 其實呢 其實呢 如果去干貨 又不阻塞通道 通常呢 他就會先警告 就後驅散的 但是呢 如果你涉及明火煮食 或者其他禁售食物 或者限制的食物 那些呢 售賣呢 其實呢 我們是會 視乎這個情況 即是呢 考慮執不執法的 什麼情況 什麼情況 視乎現場實際的情況 就是我從開始 一路到現在 都是這樣說 好 好